如果我们邻居家 发现他家里面引进了一种新玩意 是做柿子的 等一下我叫我老公来看一下 也不知道我老公舍不舍得去弄 我觉得还蛮好的 刚刚看着是你在烤红薯 我也好想吃啊 好香啊 真的好香 看这个天又快要下雨了 应该搞着那个应该还可以 放下放下 干嘛 放下嘛 放下快点 干什么了 什么事吗 把他收起来 等下又要下雨了 那个雨要脆的对哪里那个风 我刚才去听过邻居家 他装了一个 烤箱很小的烤箱 有一个有有用 他说可以 真的 他这成本也不高 赚多少家 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他给什么看的 我就相信这种 太阳晒的是最好的 烤得没这么好吃 你说 不是 你这个人就是很难接受这种新吃户了 真的 你看现在我三天养头要往医院跑 像现在下雨你要扛进来 对他呀 你要扛出去 扛一下也无所谓 是不是 只要不坏就行了 就是人 又没有人帮你啊 我现在就突然之间小太阳来 怎么办 看你不是这个被自己的打架 把你淋死我了 我硬拉着我去看一下邻居家那个什么烤柿子饼的那个那个机器啊 真的是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去看一下又少少一块肉还是脱一层皮啊 还是怎么样 你现在不是去看了这么的屁话 那你不是屁话多才 你说我我才说你的呀 那不是吗 爹爹你吃这个吗 这里上去放我去多少钱啊 你又不足 好我去 爹爹你吃啊 要不要 咬不动 还咬不动 好不好动 好不好动 你怎么摇摇摇摇摇摇摇 我去加年 不行 妈就开文件去看一下嘛 妈看的声音没有 是吗 没看到啊 哦这是那个很小的那个 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小孩子都在那里收骨 那是吗 小鸡的我看一下 还可以靠红星片 还有吗 可以吗 你把烧过来 哦这上面还有温度的吧 肯定了 这里有个 穿热气出来的 啊 谢谢吧 但是不热啊 这个火烤 这个火烤 烤死我烤 那他这上面不烤出来 因为它才高的 你再多买一块 哇他这个柿子饼烤出来还是蛮好看的 漂亮吧 还可以 他说是去他姑爷那里拉回来的 那你问一下他肯定他姑爷有的买啊 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可以尝试一样啊 我问一下 这个贵不贵 不过这个还是可以 这个天要下雨了就用那个火来烤 是不是 有太阳就用太阳晒 嗯对 因为这个价格不贵的还是可以烤 这个 这里有个烤的 烤箱子出了个热气 这个就是烤出来的 效果还挺不错的 哦好红嘛 这个再晒一下 明天再烤一下 应该可以 相信这个科学啊 用火烤 也能烤到熟 最主要是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差了 好多人的这个柿子饼晒不出来 晒不出来就要倒去 花了营工部署还挣不到钱 是不是